第一間要跟大家介紹Hotel 1900 這間酒店是在牛車水附近 可以看到左邊有超多中國道地的餐廳 像是烤魚啊串串 接著我們要進入到大廳囉 一進來裡面超級香 而且設備也很新 可能是有翻新過吧 然後check in完他會給你兩張房卡 接著就是坐電梯到你的樓層 這次我訂到的是雙人房 一個晚上大約是3300到3500之間 所以平均一個人大約是1700到1800 對於新加坡住宿超級便宜 超級划算的 這間的話是五窗的雙人房型 那一進門右邊的話呢 就是有兩個衣架可以掛衣服 然後還有一個很大的全身鏡 那其實左邊呢也有很大的一個全身鏡 拉門的話就是一個更大邊的全身鏡 那其實拉門進去就是衛魚的空間 這邊的話是洗澡的 那他其實是把洗澡跟廁所放在一起 因為空間有限 有附浴巾 然後還有潤髮乳 旋鋪 然後跟洗身體 我用過非常香 蠻喜歡的 再來的話我們就是到琉璃台 不是琉璃台 是洗手台的部分 他是把它分開 那要有附牙刷 然後在鏡子後面是吹風機 對 吹風機 這邊的話呢就是有一個簡單的 茶包 然後咖啡 還有敷兩瓶水 對每天他們都會補水 然後又有冰箱 垃圾桶 然後這邊有一個電話 對然後兩個插頭 可以使用 對沒有電視 因為是無窗的 所以他就是 還是有做個窗戶的樣式 不過 流测水這邊 這一間飯店 我個人覺得很乾淨 然後很香 還不錯 然後架這個OK 就是吵了 所以如果你們比較 會晚上會因為一些生意 干擾睡不著的話 可能就不太適合 我後來發現酒店的電視是可以看 像是YouTube啊 然後Netflix 還有Amazon 還蠻方便的 第二間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福南共享公寓 它是在政府大廳捷運站的福南商場裡面 直接坐到四樓就可以到check-in的大廳 那大廳你可以看到很像共享空間 可以在這邊用電腦啊 喝水還有交流 接著就直接坐電梯到我的樓層 可以看到走廊上 不管是每間住宿的大門 然後還有牆上有個工業現代風 我覺得是很有設計感的一間住宿 基本上每個樓層呢 可以到電梯的地方 就有飲水機還有流理台 所以如果需要喝水的話 就不用還要跑到大廳去裝水 非常的方便 那進入到裡面的話 雙人房就是上下兩步 然後還有個獨立的衛浴 雙人房的話 一個晚上的平均大概是3500左右 也非常划算 最後的話要跟大家介紹 在新加坡的青年旅館 因為新加坡的住宿真的非常貴 所以如果你的預算只有一兩千 然後你又只有一個人的話 今天旅館就會是很好的選擇 這間King的青年旅館 是在克拉碼頭鐵運站附近 所以交通也非常的方便 那裡面也是有電梯或者是樓梯 所以不用擔心要自己搬行李 因為是青年旅館 所以就沒有獨立的衛浴 然後像是鞋子啊 還有上廁所都要到房間外面 可以選擇全部都是女生或者男生 或者是混住 那一個個的膠囊裡面的話就是長這個樣子 每個床位都附一個吃烏龜 可以放下很大的行李 那這邊是浴室的部分 這三個都是我在新加坡有住過的旅館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